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一上午发表了 《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全文两万余字 阐述中国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进一步得到有效保障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得到更好贯彻落实 白皮书说 公民言论自由权得到有效保障 截至2014年底 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6.5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7.9% 日益清朗的网络空间成为民间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重要场所 对此 政治意见人士杜岛斌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直斥白皮书胡说八道 网络活跃人士秀才江湖吴斌也表示 在大规模封号禁言的当下 白皮书号称言论自由权得到有效保障是无耻至极 此外 白皮书还提到司法公正得到切实维护 白皮书特别举例 福建念兵案以及内蒙古呼格极乐图案 已证明多起重大刑事冤假错案 根据一罪从无原则得到纠正 不过 广东维权律师隋木青 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认为 念兵案及呼格极乐图案只是少数 相反 当局制造了更多的冤案 隋木青认为 过去这两年 中国的人权状况法治水平很明显大幅倒退 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况越发厉害 而且因言获罪的情况越发增加 正好与白皮书所说情况相反 本周一 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及中国监禁记者高瑜 拘捕维权律师蒲志强 是否反映中国的实际人权状况与报告内容不符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指 两宗个案会依法办理 并重申 白皮书指出 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充分说明中国成功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并将坚持确保人权发展的正确方向 有网民则在微博上发布了蒲志强被拘押的情况 并嘲讽道 这就是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之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